以赛亚书第二十章 亚书王撒尔根才派统帅去亚什图的那年 那统帅就攻打亚什图 把城占领 那时 耶和华借着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 你解开你腰间的麻布 脱去你脚上的鞋 以赛亚就这样做了 陆体赤足行走 耶和华说 我的仆人以赛亚怎样陆体赤足行走了三年 做攻击埃及和古石的预兆和兆头 亚书王也必照样把埃及的俘虏和古石被放逐的人带走 无论老少都陆体赤足 陆出下体 使埃及蒙羞 以色列人必因他们所仰望的古石和他们所夸耀的埃及 惊慌羞愧 到那日 这沿海的居民必说 看哪 我们所仰望的 就是我们为着脱离亚树王 逃往投靠的 也不过是这样 我们又怎能逃脱呢